2022年,简直就是仙侠101,除了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《玉交际》系列之外,杨子和陈毅主演的《陈香如谢同样万众瞩目》,除此之外,罗云熙和白鹿主演的《长月静宁》也杀青了,这部剧的服装超级好看,一起来看看如何好看。 以下是2022古装仙侠剧十位女主造型,还有好多值得期待,等待上当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10,徐璐饰演《月革形柳梢》,不解慈悲之心,不懂良善之力,你没资格说他,倒是靠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,才这么听回来的。 徐璐难得演古装剧,他其实蛮适合穿古装的,想当年在甄嬛转眼的甄玉扰,就很灵动甜美。 这次在古装仙侠剧《月革形》的古装造型走霞女路线,一身红衣又美又洒。 《月革形》根据小说《悲悦》改编,故事中有稍刁蛮任性,但本性善良,命途坎坷,被父母抛弃,迈入舞阳后府,轮入黑暗的舞蹈,受尽折磨。 后被魔神选中,以三天公主般的生活,换走了一生的命运。 以凡胎入魔,后成为魔尊,一再被仙门误解追杀,为夺地灵眼魂飞魄散。 一缕一时落在仙海,游离千年,跟在王月身后,始终追逐等待着她的月亮。 也是个美强惨女主角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alk9,李兰迪饰演兴洛宁城堂夜谈公主。 李兰迪也首次挑战仙侠剧。 他先前在清宫剧梦回的古装扮相被疯狂吐槽,天生圆脸又圆身,穿上古装超显胖,显壮。 一般仙侠剧都要追求仙气飘飘,所以绝对不能胖。 因此,大家都有点担心星落宁城堂的服装造型, 据照上李兰迪看起来还蛮灵动可爱的,就希望不要是照片,到时正片出来吓坏大家。 兴洛宁城堂夜谈公主是个美强惨女主,一出生就被大家视作灾心, 一直在所有人的冷漠,自私,贪婪下求生。 纵使如此,她依然保有善意,聪慧狡黠,热情明媚又开朗, 披着坚硬的盔甲,独自抗衡着世界的冷漠与偏见, 没想到,却意外成为天选之女。 遇见了冷酷无情的少典友琴, 两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意外,却成为彼此唯一的亮光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8, 张雨昕饰演千秋令,凤梨雪,无尘霓黄。 张雨昕自琉璃窜红后,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美人。 2021新拍了古装仙侠剧千秋令, 被路透的古装造型掀气甜美,比在琉璃与君哥都好看多了。 千秋令是张雨昕的经纪公司欢瑞世纪出品的古装剧, 看来欢瑞真的要把张雨昕捧成继任杨子的意见。 张雨昕在千秋令化身美艳魔女李雪, 和正道盟主陈绍游原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, 却因为误会注定要相遇相杀。 陈绍游失手将李雪推下悬崖, 两人的命运从此改写, 他们在十年后重逢, 李雪利用少游的愧疚潜伏在他身边, 几次刺杀, 却最终被少游的宽容, 善良打动, 情愫暗生, 但两人又因各种误会和仇恨成为对手, 最终他们历经磨难, 以爱化解正邪两派的纠葛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7, 袁冰岩饰演落花时节诱逢君, 红宁。 袁冰岩和留学一季琉璃后, 二搭的古装仙侠剧《落花时节诱逢君》也备受期待。 拍摄过程中, 袁冰岩不断被路透造型, 服装风格十分有特色, 比在琉璃更有记忆点。 网友都觉得, 落花时节诱逢君的袁冰岩更美了。 落花时节诱逢君改编自蜀客所著的同名小说, 袁冰岩饰演的红宁原是白舟山上的茶花小妖, 呆萌帅真, 不通情室, 却误入仙界经历几世情爱轮回, 从仗剑江湖的捉妖狮到起义世神的魔女, 角色变化很大, 所以造型更百变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6, 白鹿饰演长月尽名黎苏苏夜西雾桑酒。 超级期待白鹿和罗云熙主演的长月尽名。 剧中黎苏苏是先派首宗掌门的养女, 性格灵动聪慧, 拥有世间最神圣的凤凰之血, 上古无情道的完美适配者。 因而回到500年前, 化身叶家小女儿叶熙悟, 阻止彼时尚未被邪念彻底侵蚀的景国质子但抬进, 成为魔神, 一个天生神女, 一个天生邪魔, 开启前世今生的爱恨情仇。 长月尽名字开拍起就获得高度关注, 白鹿的古装造型多次被路透美上热搜, 许多人看到都更期待这部剧了。 它的造型风格比其他仙侠剧更加华丽, 各是头饰, 头冠, 服装的颜色和材质也显得华丽非凡, 白鹿因应不同时期的角色形象, 有截然不同的服装造型, 看得出来剧组超级用心, 真的好看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5, 居静一饰演花容未知凤凰。 居静一自芸汐传爆火后, 就不断接拍古装剧, 像是2021年新拍的古装仙侠剧《花容》于十月刚杀青。 居静一每部古装剧的造型都十分精致, 妆容完美, 服装百变, 花容的风格和嘉南传很像, 有许多繁复华丽的头饰, 路透照就已经曝光了不下十套造型, 不过感觉有点太繁复了。 网友评价两极, 花容未知是凤凰转世, 然而在下界为国修仙世家中, 却是个长相平凡, 修为普通的女子。 就在下界人去往仙界经受鉴定见像之时, 她一样地发现, 渐镜中传说中的那只绝色倾城的毒凤, 竟然与她做着同一个动作, 而为之邂逅身为太阳神的炎月, 从而开启互相利用, 相爱相杀的凄美虐恋。 2022古装仙霞剧女主造型TOP4, 虞书欣饰演苍蓝爵小兰花。 怪他一定要跟我说。 虞书欣主演的古装仙霞剧苍蓝爵, 也备受期待。 虞书欣在剧中的服装风格很有特色, 不止仙气甜美, 还有宫廷式的糖妆造型, 浮化到非常用心。 这部剧的原著小说作者, 就是《欲交际之语》 均出相识的小说作者《九路飞香》, 他特别擅长写仙霞故事。 虞书欣在《苍蓝爵》 饰演单纯善良的天界低阶仙女小兰花, 前世试破新族神女。 小兰花无意间复活了, 困于好天塔的灭族仇人魔尊东方清仓。 为获得自由, 东方清仓要牺牲小兰花的神女之魂, 解开身上咒术封印。 在过程中, 这个断情绝爱的大魔头, 却爱上了温顺可爱小金怪。 典型的仙霞, 聂恋设定, 但大家就是爱。 2022古装仙霞剧女主造型TOP3, 杨超越饰演仲子仲子。 杨超越主演的《虫子》也备受期待。 仙霞古装剧的造型特色就是仙气飘飘, 而仲子的造型风格就是以往最常见的飘逸白衣。 杨超越的高颜值穿古装甜美又灵动。 而《虫子》改编自《蜀客同名小说》, 是比较早期的仙霞言情文, 命中带煞的少女和万人景仰的神尊, 结合师徒恋, 高堂又高虐。 杨超越饰演的《虫子》纯洁善良, 却是逆轮之女, 因被仙人处不复所救, 立志上南华求学, 却因天生煞气被拒之门外, 南华都教米云中断言, 其必将入魔。 而因缘济会下他成为崇华尊者洛英凡的徒弟, 却不知不觉间爱上了师父。 因天生煞气被仙门不公平对待, 最后被所谓的正道仙门一步步逼成了天魔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2, 杨子饰演陈香如蟹言的。 杨子在陈香如蟹的古装造型甜美又仙气, 风格和同为仙侠剧的香蜜沉沉, 竟如霜不一样。 造型设计较为华丽。 青簪行受到吴亦凡事件影响, 而播出遥遥无期,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期待陈香如蟹, 终于又可以看到杨子穿古装了。 陈香如蟹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, 杨子饰演的颜旦为上古遗族四叶汉旦, 自古全身都是医药至宝, 由于提前一百年与他那双生姊妹芷熙在王母圣宴上化形成人, 这便遇到了他的情节应渊君, 严旦为旧应渊君挖了半心, 无奈应渊君不仅错任所爱, 还将严旦押赴天行台, 两人从而开启前世今生的虐脸。 2022古装仙侠剧女主造型Top1, 迪丽热巴饰演预交际系列纪云和。 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预交际分为《与君出相识》和《恰似故人归》上下两部。 这次迪丽热巴演的纪云和大受好评, 过去因着三生三世、凤九大多给人傻白甜的感觉, 但现在角色形象越来越多变。 剧中纪云和武力之强大, 但性格并不霸道强势, 相反的他很温柔, 对待长意总是轻声细语又有耐心, 对洛洛也是温柔又宠溺, 善良但不圣母, 有着过人的智慧能看透人心, 被欺负时又能化身拽解, 骂人不带脏字, 却能对得你哑口无言, 超帅。 一开始, 《玉交际之与君出相识》的服装风格被吐槽蛮惨的, 材质过于硬挺, 没有以往仙侠剧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, 颜色搭配也过于鲜艳, 乍看之下显得廉价没质感, 迪丽热巴因此被网友嫌弃太硬朗, 不过看久了倒觉得蛮帅的, 十分符合纪云和武力值MAX的角色形象, 主要是人没怎样都好看, 小伙伴们最期待哪位仙侠剧的女主造型呢? 欢迎在评论区投票哦!